这个键盘给大家看一下 男生最高音在这边 男生最高音在这边 女生最高音在这边 女生在这边 男生在这边 这两个音要记起来 然后以后碰到任何的歌 最高音的时候 就把他丢在这边就这样 像这首歌最高音是咪 如果女生要唱 就把咪丢在这边 咪丢在这边 然后回去推 去找到的音 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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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假如说是 另外一首歌 这首歌最高音是拉好了 那女生要唱 你就把这个拉的音 丢在这个地方 丢在这个地方 然后拉之后 然后去找到的位置 拉 对 拉 收 发 咪 这在这边 都在这边什么调 低调 很好 如果说是 这首歌是小调的话 小调了 也是最高音是拉 那一样道理 你们这样推回去 对不对 你去找都 都以后 然后这首歌是小调 那请问小调是在哪里 如果低大调了 小调是哪一个 小调的吗 小调 小调啊 B minor B minor 也就是找到大调之后 去找他小调 去找他拉的位置就对了 小调去找他的拉的位置 都是拉 因此他是拉mina B不B minor 如果这首歌最高音 如果说这首歌 这首歌的话 最高音是 假如说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 R好了 R 最高音R 女生要唱 你把R 丢在这个地方 丢在这边 最高音R 丢在这边 然后去找Do的位置 R Do 因此呢 因此呢 是你要用A调把女生伴奏 A调啊 A调 然后呢 如果说这首歌是 短调的话呢 那你要去找拉的位置 就Do C 然后生Fa minor 是这样的意思 懂不懂这意思啊 那就是说 你去先找大调 再去找他关系小调就对了 假如说 假如说这样 可能同学还搞不清楚 假如说今天是降B调 降B调的关系小调在哪里 它的小调在哪里 降B调 D C 去找拉的位置 G minor G minor 然后如果说 降A调 大调降A调 它的关系小调在哪里 D C R F minor 对不对 就这样去找他 如果E调 E调 它的关系大调 小调在哪里 A 什么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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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or 就对了 好了 我们现在弹G调好了 是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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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